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這邊主要是想看電台錄音的過程 看過他的部落格 覺得他這個人的想法很特別 今天就是想要來看豬大 然後剛好我同事跟我一起來 所以我就鼓起勇氣這樣一起來看一下 阿宅們醒一醒吧 阿宅們站起來 我們要準備進攻囉 阿宅反抗軍電台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民國101年7月8號 今天晚上來阿宅反抗軍電台的節目 這是FM9201飛機電台 我是朱學涵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稱呼 你要叫Spring還是講很嚴肅的名字 還是叫拍任務器 都可以 一般的話就是我朋友都會講Spring 叫我主要 OK 叫Spring應該比較好 一開始你是怎麼進入 演藝圈 我自己想要當空姐 然後我去報名一個選美課程 然後就在上面去選美 然後學一些美食美食的課程 比較幸運就是有得到每一次 然後後來就是陸續接一些活動的通告 最近也在狂打練動 第三天要練幾集 40幾 41還是42 農友可以帶你練嗎 我也才41 你也才41啊 然後丟人了 廣告啦 MV啊 然後展場裡面 我們不要說CP值 而是就是 你相對會比較辛苦的工作 算是哪個領域呢 應該算是展場 有時候接到的是PG 就是Promotion 你就要一直講話 一直去拉人一天問卷 有業績壓力你就會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Promotion Girl 她會有要求說 一天要做多少張問卷 對她可能就至少說要50分以上 那如果沒到的話 其實你會有壓力可能 廠商下次就不選你 或者覺得不夠敬業 最近或未來 有什麼特別想做的事情嗎 其實想要走比較專業路線 因為我本身學畫學畫工的 那其實我學了將近十年 我不想要放棄這一塊 所以陸陸續續的 我還是會接一些實驗室的工作 所以要回到LAB去當實驗助理 算是一個短期的 或是回藥廠當業務 藥廠業務這個殺傷力很大 所以這個領域的工作裡面 維持身材是很重要的 對 必須都很重要 我覺得不管怎樣就是線條一定要有 所以你會去游泳 我不會游泳耶 我怕水 所以你洗澡的時候也不泡水了 我怕水所以我不喜歡洗澡 不洗澡還好 不洗澡還好喔 我每天要洗兩三次耶 因為你容易流汗 因為我容易流汗 所以女生都香香的不流汗 我還是會洗澡啊 可能就是沖一下 我不太喜歡就是水 整個淋到臉上啊身上的東西 你看每天在現場變成 我是一個很注重衛生的人 我每天要洗兩三次澡 然後真的很奇怪嗎 但是你得償病毒 那是因為我兒子 吐口水在我的飯裡面好不好 那不然怎麼辦耶 未來有沒有想要 計畫出一張專輯 就是一直都 持有一種想法就是 想要玩樂團玩起來 可是那當然就是在工作之後 對 因為不會想要 就是想要往這方面發展 可是會覺得說 其實能力好像有限 那只能盡力去 可是我覺得會唱歌 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你有什麼特別的食譜嗎 還是你都不管 就隨便亂吃到都在靠運動 因為我都少量多餐 我可能就是中午買一個便當 然後開始打遊戲 然後放到那邊 然後就是下午再吃陽空 這感覺跟很多阿宅很像 但是在我們的問題 主要就是買了一個便當之後 會一邊打電動 一邊不小心整個吃完 真的嗎 然後結果下午又覺得肚子餓 就是再吃一個便當 所以我們就變胖了 還好我會暫停 所以你還暫停來吃便當 我有一個非常貼心的粉絲 他那時候 別人都可能送飲料阿 他送 他送虛吧 對 沒有 他送那個程式 應用程式 因為我一直不敢買 就是可能1499那一次 我一直不敢買 因為我怕我會沉迷 他就直接送 可恨 然後結果就導致沉迷了 對 我當天晚上 我整個就 我的便當就完了 不過他黏著度真的很高 接下來想要 最想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我最終目的就是 去結婚去馬爾地湖 結婚去馬爾地湖 那要快喔 如果十年之內沒有結婚 馬爾地湖就會被淹掉了 你知道嗎 先找到對象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部分我也幫不上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到時候 等下你再有新的發展的時候 再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下個禮拜天晚上 九點到十點再繼續收聽 菲傑聯播網的 阿宅旁經電來節目 我是朱學恩 大家掰掰 就喜歡我的話 然後可以看我的粉絲團 因為我常常會就是 想要知道一些新鮮的人事物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跟我一起分享 然後能夠加入我 就是不愛洗澡的行列 在公共的晚會被半島嗎 不行 不愛洗澡是真的 我真的不喜歡洗澡 不是 可是還是會洗 我一天會洗兩次澡 就是我早上只要工作後 我一定會洗頭 然後晚上睡覺前 會稍微衝一下 可能不打肥皂那種衝一下 因為這樣對女生的身體 看起來比較光滑 今天變成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洗澡的習慣的訪問 我每天要洗兩三次澡 而且洗很久 洗很久為什麼 對 因為身體比較大 要刷比較久 看 行不行 這是一個物理的概念好不好 懂不懂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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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跟Spring的訪問過程 非常的深動無波 然後也很有趣 這次參觀 有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平常在電視上 看到一些明星 都是比較螢幕前的 那不知道說他們背後 其實有些人其實蠻認真的 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實現夢想 謝謝